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零基础学,比较细教程,然后今天我们想谈一下AR指针还有POP-Block是怎样配合来做一些事情 在今天这个例子之前我先说一些概念性的东西,AR还有POP-Block的基本概念,在本期视频我们只提及概念和应用罢了,然后至于你想了解更高深的,更细节更具体的,我们会做一起quiter和any结构教程 首先我们看一下今天我们要做的东西 这个就是我们所要的函数,然后这个是输入1,输入2,输入3,还有长度 如果就是说我们要做1加2加3,如果我输入2的话,它就是1加2,如果我输入1的话就是1 好,看一下我们要如何配合AR指针还有OP-Block盘数,实现这个方式,我们再继续具体多看一点细节 这是真实运行的情况,给大家看,这是我们的宿主 好,我们将输入的值,对应到宿主,然后透过宿主计算得到值,好,我们看一下我们怎么做,我们把定义改成4,5,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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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put值,就会取手地址,然后透过Podblock传到宿主,然后宿主进行循环操作,我们试一下我们把这个数量改成2,改成2就是4加5,看到吗4加5就是9,我们改成1, 1就变成4 好,我们具体我们看一下细节是怎么实现的 好,很多人会问AR基存器是什么,我觉得这也是蛮头疼的事情,然后我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告诉你什么是AR基存器 OK,通俗来讲AR基存器 最主要的目的是可以位移地址 然后你就可以进行变量操作 而不需要变量名,说起来有点绕舌 OK,我们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现在有两个变量,变量A和变量B 如果 通常我们写程序,我们就说 变量A等于什么,变量B等于什么 然后如果你有很多变量,你就要选变量C变量D 所以,你只要输入 然而,这个AR指针的好处就是 你只要通过位移,而你不需要变量名 好,我们举个例子 如果我可以得到变量A的地址过后 我只要通过某一个位移 我就可以得到变量B 而我不需要变量的名字 好,我们看一下 OK,你们看 我只要得到变量A的地址 这个就是变量A 如果我再加2就是变量B 如果我再加2,再加2加2 我也许有很多变量 但是,我只要加2就好了 我不需要变量名 所以,这个 就是等价于变量B 这个 就是等价于变量A 所以,我们可以 改变P 进 就可以搞定很多个变量 OK 如果有什么问题 你们可以在下面提问 也许我说的不是很清楚 因为我们看下一个 ProBlo ProBlo是什么 ProBlo其实就是和Move一样 但是Move一次只可以Move一个值 而ProBlo可以联系Move很多值 比如变量A变量B 我们可以Move过去一个数组 数组0,数组1 这样我们就很容易 对变量A变量B进行操作 我们只要循环一下就好了 因为它是数组 OK 我们看一下 接下来是我们想做的 OK 然后 你看 我们有三个输入 然后 我们 我们 三个输入过后 我们 透过地址指针 对应到 数组 所以意思是说 我们 获得 它的地址指针 然后 透过 ProBlo 把它对应进来 然后 对数组进行旋环操作 所以 1加2加3 等于6 当然 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长度 如果你输入2 的话 就是counter你输入2的话 它就是1加2 所以就是3 所以如果你输入3的话 就是1加2加3 等于6 然后 然后 如果我们 一个一个输入的话 就是 input1加2加3 你一直这样输入的话 是非常非常累 而且 这个程序是非常不合理 我们 只有把 input1和 input2和 input3 然后 透过Block Move 对应到 宿主进行操作 会更加简单 然后 在这个程序之前 这个是一个重点 你一定要进行指针 的配置 看下什么配置 就是对这个FB进行配置 把这个打勾取消掉 如果你没有取消掉 你就不能 进行指针操作 这是相当相当的重要 所以你在每个程序里 都把它取消掉 也是可以的 好配置好了 我们就看一下程序 然后下面就是一些程序 只要我们跟着做 它就可以了 看一下怎么调用 这个调用 我们简单看一下 这是普通调用 然后 这就是我们的 参数表 三个输入 然后长度 然后一些东西 参数表 然后跟着做 这个说一下 我们获得 input1的手地址过后 转成AR 存 存起来 OK 我们获得 宿主的手地址也是一样 转换成AR 存起来 所以意思是说 任何的 东西 任何的变量 我们都要转换成 AR 下 指针 然后我们才可以 传那个 值 透过 po block 传值 好看是什么传值 看我们得到它的地址了 你看 所以这个地址就是这个 手地址 然后 input的手地址 另外一个是 宿主的手地址 然后我们传的长度 我们就传进去了 通过 po block 意思是说 我们input 传进去 宿主 然后 再来一个循环 进行 加法 就 透过这个方式 我们就不需要 通过input 1加input 2加input 3 而我们只需要一个循环 对速度进行操作 就好了 会简单的方便 好 这里只是一些 有些 优理器 里面一些程序一些东西的 其实是没有什么的 到时候会给你个链接 你们可以就可以可以看细节了 谢谢你们观看这个视频教程 我觉得可能我做的不是很好 但是我会尽力把它做的更好一些 谢谢你们收看 我感谢你们看 你还能够做的更好 谢谢你们看 我感谢你们看